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赶快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下 重要的专题 要跟大家聊一聊 你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说 骨松不就年纪到就会了吗 拜托如果你真的骨质疏松的话 你好容易跌倒 而且你很容易弯腰驼背的 你的生活品质会很不好 所以麻烦各位把自己的鼓励照顾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那么请到新朋友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鼓励决定我们的健康力 欢迎向我们康健杂志的资深记者 邱淑仪淑仪好 韵芬好 听众们好 我觉得你们这一期 康健杂志做这个封面故事很重要 对大家都忽略那个鼓励的问题 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标题 会怕死人你知道吗 35岁是分水岭 35岁真的是那种 真的是这个中壮年期 是最美好的时候 然后到了50岁 骨头 骨质就是跳崖式的流失 你怕死人吗 其实在做这个封面之前 我对骨质的认识没这么深 所以我那时候听医生说 35岁 我也吓一跳 因为医生是解释说 我们人的骨质 我们从出生后 我们的骨质每天都在新生 也每天都在流失 那35岁以前基本上 骨质它都一路往上爬 那到了35岁大概是最好的时候 过了35岁 骨质很难变得再好 那35岁就慢慢走下坡 那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新生跟流失 是可以打成平手的 但是随着年纪再大 会新生但也会流失 但至少能够打平 对 35岁以前是新生大过流失 所以它会骨密度就一直往上 35岁耶 对 那等到我们年纪再长再长呢 那个新生的速度就追不上流失 所以那但是因为骨质的流失 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所以虽然说35岁开始骨质走下坡 我有特别问医生 那几岁开始要注意这个问题 他说因为这个过程很缓慢 那女生因为有更年期的关系 停轻之后因为没有荷尔蒙 骨质就流失的很快 所以这个跳来式的流失 50岁以后特别是针对女性 那男性的话在正常情况下 大概到60岁上下 他可以比我勿慢啊 那麻烦出众的都给他们做 到60岁还是给他们做 对我们千万不要做 我们过了35岁就不要做出众的工作了 这一点麻烦要让天下的女人知道一下 因为女人的流失是很快的 就有骨质的流失很快 但男人是很慢的 他到60岁啊 他可以玩我们10岁 对所以男生还可以再操一操的 不要以为说他60岁就已经很老了 真的耶 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常常 东西也觉得很重拎不起来 要不就是很多女生很容易跌倒 一跌倒就是这里骨裂那里骨断 这跟骨质疏松有没有关系 有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 叫做骨松性骨折 骨松性骨折 对那他最容易发生在四个地方 第一个是手腕 就可能我们跌倒的时候用手称地 但是因为骨质已经疏松了 手腕受力他很容易就断掉 那有时候你称地那个力量如果再大一点 那个力量传到我们的上背的话 上背会骨折 我的阿布就是有跌下来过 他的手腕就骨折了 因为他会去称地 那应该是骨松性骨折 那应该是啊 我阿布都80了 那那一定是 但我阿布还有运动 那还好 他复原的还不错 那另外 另外两个容易骨松性骨折的部位 一个是脊椎 脊椎的骨松性骨折是压迫性骨折 它比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骨头 折断那种骨折 压迫性骨折是指我们脊椎的 那个一节一节的椎体 因为骨松了 它很空洞 它就会塌掉扁掉 叫做脊椎的压迫性骨折 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我们去体检的时候 我们变矮了 老豆乞 对老的豆乞你不知道 每个人都这样讲说 你不知道你的豆乞 我说我有够老了吗 可是这不是正常的 其实这个也是骨松的一个景色 对你刚刚讲 它可能塌陷下来 所以我们变矮了 是这样子吗 对是 照医生的解释是的 那脊椎压迫性骨折 很容易发生在 就是我们弯腰拿重物的时候 医生就有跟我提到 有个阿嬷弯腰抱孙子 脊椎就压迫性骨折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有点年纪的话 你不管要捡东西 抱东西 你一定要先蹲下 对 对你不要直接就弯腰 很伤 很伤很伤很伤 而且有骨折的风险 对对对 那第四个 骨松性骨折 容易发生的部位是宽部 宽 对 而且宽部的骨折 高龄宽部骨折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它的一年的死亡率 可以到20% 宽骨折会死人啊 其实这个死不是说 因为骨折而直接导致死亡 因为老人家 宽部的骨松性骨折 通常是发生在跌倒 那个整个人倒下去 然后整个屁股这边受力 那宽关节骨折的话 通常老人家宽关节骨折之后 他就没有行动能力 他不像手腕啊 对啦 宽你就卧病在床了 你不能走啊 那很痛苦啊 那卧床卧久了 感染啊 对 很多问题就出来 然后失能 然后最后就是器官可能衰竭 然后就走了 可是宽不是也有人换宽吗 我宽宽 我就再换一个宽啊 是是 但就是你如果跌得很严重的话呢 就一定要卧床 哦 哦 因为我婆婆她好像可能 大概就是用坏了 对不对 然后她就换一个宽 还能走啊 换完宽 哎换宽很快 不过她的换宽 她一开始应该不是因为骨折吧 不是不是不是 她就应该大概是磨损 或者是用久了不能换了 结果开完刀以后 第二天医生就叫她下来走 她说哎天啊 她说下来走 你一定要下来走 所以其实 医生有一直强调哦 要走啊要走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一点半了 今天不用谈股市 我想大家会很开心的 我们要持续关心大家 鼓励健康的问题了 刚刚也有聊到这个宽啊 宽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啊 但如果你是磨损型的 像我婆婆她就是换掉 换掉之后呢 哎医生叫他第二天就要下床走 我婆婆就跟我说 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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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 必须一定要下来走 就是你走一两步也好 就要训练她走 她现在走得挺好的 不然她换了好几年了啦 嗯 就是复健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算会痛 你还是要走啊 对 哎可是为什么宽 刚讲说如果她真的是骨折的话 你可能要卧床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啊 我看到你们有个标题 我也是吓坏了 你知道我看到你们的封面 我都吓死了 要赶快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你说那个宽部骨折是亚洲第一 而且她的死亡率 五年内死亡率50%比癌症还高 怎么会 对 主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问题 因为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如果卧床不动的话 其实蛮糟糕的 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状况会很快的衰败 像我采访的有一位 成功大学复射医院的 骨科的戴大威医师 她自己的阿嬷 就在宽部骨折动手术一个月 一个月之内就走了 动完手术 对动完手术 就是因为那个机能 器官机能衰败 那动完手术不就会更好啊 但是你不能动啊 就是对于长者来说 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都卧床都不能动 因为呛到你就很容易吸入性肺炎 然后或是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所以宽部骨折 真的是我们以前都没 比较少听到啦 而且也不知道说 它比癌症的死亡率还高 所以你得到癌症还不用害怕 它就是个慢性病 对不对 你就抓着乖乖的 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吧 该开刀就开刀吧 该标靶就标靶吧 可是如果说你宽部骨折 这个致死率还怎么高 对主要对老人家来讲 这是一个很高的风险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评估一下 我们到底有没有骨松啊 对对 我这次为了做这个题目 我跟我的同事 我们全程做了一次 那个骨密度的检查 你是不是去医院然后这样扫 这样扫过去 我们是从 我们这次会做这个题目 其实是一开始是因为知道 万芳医院它成立了一个 骨松基扫的照护中心 然后他们引进了一个 AI辅助检测骨松的系统 那我们很好奇啊 然后就先跑去做这个东西 它的AI辅助检测骨松 它是用一般的X光机 然后照我们的宽关 两边的宽关节 照了之后就是AI大数据 它去判读 六秒钟就告诉你说 你有没有骨松的风险 它会告诉你左边还是右边 或是两边都有骨松的风险 小姐我们去做那个骨松的检测 我们女生每一个人 都有骨松的问题 这比例很高 其实上了年纪多少都有 你干嘛这样讲上了年纪 好啦或是生活习惯不好 对我们生活习惯不太好 对不对 女生真的比例很高啊 因为我去做过那个骨松的检测 我是躺着 然后全身扫你的骨松 你那个是DESA 那个是国 就是说真正 国际承认的正规的骨松的检测 就是要这个 因为我腿断过 所以医生叫我几年 就要去做一次 对对要去回诊 所以我必须要去做那个大扫 就全身躺在那边扫的 对对 而且它从头扫到脚 对对对 然后DESA它的检测 它是测那个 主要是脊椎跟两侧髋关节 对对 然后取最低的素质 那但是DESA的有一个问题是 它在台湾它分部并不平均 通常在大医院 对对 而且北部比较多 对对 所以就是如果有比较乡下的地方要做 不是很方便 而且它要自费嘛 对它要自费 1200到1800不等 都看地方看医院 那所以万方医院就是引进AI这个系统 一方面就是说 你如果怀疑自己有骨松 你可以先用这个检测600块 然后却就是看看你有没有骨松的风险 然后再跟医生讨论说 你要不要再花 再花DESA的钱去做DESA的检查 因为我有跟 我做完之后有跟医生讲 然后那个护理师 我就跟他说蛮沮丧的呀 因为有骨松嘛 然后那护理师说 不用沮丧啦 女生10个9个半都是骨松啊 女性就是有更年期的问题 所以骨松的比例就会比男生要高 所以你该可以去做大型的检查 对不对 或者是你刚刚讲过 我先做我自己严不严重 可是你刚刚不讲了吗 就50岁就会有啊 对啊 那该怎么办啊 该怎么办啊 骨松其实 讲起来骨密度是可逆的 可逆的 所谓可逆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他再回生一些 当然如果说要回生到 可能35岁以前是很难的嘛 不过透过运动 饮食跟晒太阳 真的骨松很严重的话 如果到了负3负4的话 那大概医生都会建议用药 因为就怕 骨松治疗 骨松用药治疗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怕你骨折 怕你跌倒骨折 那如果不用 就是比较轻微的话 刚开始骨松-2.5 骨密度如果在-2.5上下 医生他也会看 你年纪还没有那么大的话 建议你先从运动跟饮食 跟晒太阳 对对对 你讲也是 我的骨科医师也是这样跟我讲 运动 饮食 晒太阳 不要去给我吃一些 有的没有的 对 然后我的医生还很明白的告诉我 那医生很好 那台大医生 他跟我说 吃的都没好 保健庭吗 对 他就跟我说 那都没好 你就是吃运动 晒太阳 所以你知道吗 我现在皮肤 其实真的有比以前 还要再黑一点 所以有太阳的时候 我都很珍惜 而且他说 你不同的部位要去晒 对 你不要说 你就只有脸晒 因为很多人都会 只有脸露出来晒 对不对 其他都包得紧紧的 你知道不会 如果太阳很大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还会穿个小短裤 好可爱 然后我想说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晒一下 我的大腿 我采访了六位医师 那其中有一位 他说 通常门诊 他们都是可以看 古松症的专科医师 有位他说 门诊 那个女性病患进来 他只要看她瘦瘦的 白白的 又吃素的话 通常就是古松 为什么呢 因为瘦 因为体重过轻 它是古松的一个风险 你骨头已经没有重量了 你骨头已经不结实了 可是我们的重量 来自于我们的肥肉 所以瘦 瘦它是古松 肉更少 然后骨头也 对 就是过瘦的话 你BMI在18.5以下的话 我们都超过超过超过 然后为什么白 看起来很白也是 因为他说白 一定不晒太阳嘛 一定不运动 晒太阳真的很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康建杂志的资深记者 秋淑仪来好好聊一聊 这一期康建杂志的封面故事 刚我们也聊到了 就是一定要正确的吃 然后要运动 还要晒太阳 所以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女生 看起来很白的话 一定是古松 不是一定 如果肤色很白 然后又很瘦 然后又吃素 又吃素 有这样一个条件 对 因为吃素 吃全素的人 很难从饮食中 获得充分的钙子 可是有一些蔬菜 不是也有含钙吗 有 但是看 够不够 像我的邻居 他60岁 因为他知道 我在写这个专题 他跟我讨论了一下 他的古密度是负 已经到了负三了 他其实 对 可是他不敢用药 他怕吃药有 就是 他觉得吃药就是不好 他不敢用药 但是因为他吃素 他说他很难买到 买到全素的保健品 对 保健品有一些 其实不是全素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药 他可能有一些动物胶 什么之类的 而且因为他是吃全素 淡奶他都不吃 淡奶也不吃 然后奶 奶制品其实是钙 很好的来源 对 其实我们刚在广告时间 有稍微聊一下 因为有一些 大家以为说 那我今天吃钙片 我吃以后 我的骨松 就会减缓 那事实上 钙你要看 你是哪一种牺牲的 而且怎么吸收的 很多医生就跟我讲说 不见得有效 你最有效 你就是乖乖的吃 乖乖的去运动 乖乖的去晒太阳 对 所以你们有问一下 那种钙片或者是要一些 问一些医药的保健食品 不是要哦 是保健食品 保健品 医生有大概谈一些 因为有些老人家 他可能就是生病了 他食欲不好 或者是他很难进食 那可能就是要用钙 用钙片来补充它的钙质 那通常吃钙片的话 要跟着维他命D一起吃 它才能够帮助吸收 而且那个 每天不能够超过2500毫克 过多的话 可能会让肾功能损伤 肾结石 哎 肾结石 对啊 对啊 是我一个 这是我医生朋友 因为跟我很好很好啦 你就私底下开玩笑 他说你钙片不要乱吃啊 不到时候你烧出来都是舍粒子 你又以为是舍粒子啊 其实都是那个钙片 我说啊 原来是这样子啊 不过我们说真的啦 很多医生自己都说 你食物要吃对 然后你一定要运动啊 所以食物要吃 我觉得这个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吃 牛奶我觉得是一定要 然后有一些蔬菜 其实是有涵盖在里面的 像紫菜 芥兰菜 菠菜 山芹菜 红线菜 红凤菜 地瓜叶 小白菜 青江菜 海带芹菜 他的涵盖都不错 对 我们很喜欢吃的小松菜 有很多涵盖 对 我们很喜欢吃一个小松菜 对 也是有涵盖的 就是说那个深绿色的蔬菜 其实是有 十字花科的都有涵盖 对 然后有一个CP值 很高的是黑芝麻粉 黑芝麻粉 每10克的黑芝麻 它的含盖量有150毫克 那营养师会建议你磨碎 磨碎 就是冲泡来喝 这个吸收会更好 那豆制品 它也是盖一个不错的 豆浆 No No 黄豆的含盖量高 可是黄豆制成的树肉 白叶豆腐 鸡蛋豆腐 嫩豆腐 还有豆浆 它的含盖量都低 我以为豆浆可以 含盖量很低 所以如果是豆类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吃毛豆 毛豆 毛豆好 或者是选择豆干 小方豆干 黑豆干 这一类的豆制品 好 原来我们的那些嫩豆腐 都含盖量低 对 我觉得那个小鱼干 我很喜欢吃小鱼干 小鱼干 它的含盖量很高 每100克的小鱼干 它的含盖量 可以到2000毫克 那可以多吃 对 然后我们如果 我们每天 就青少年跟成年人 每天大概需要的盖子 是1000到1200毫克 那小鱼干 吃一吃 牛奶喝一喝 然后深绿色的蔬菜吃一吃 或者喝一杯芝麻糊 对 再加一杯牛奶 差不多 可以了 还有哪一些海鲜类 有高的盖 蟹饺肉 我喜欢 真的没有人剥给我吃 每100克的蟹饺肉 含盖量有300毫克 你刚讲小鱼是什么 2000 那你蟹饺饺要吃几根 还是小鱼最多 把小鱼干当零食吃 对不对 好像有人是这样吃 有啊 外面不是有一种什么 杏仁 可是我跟你讲 那个花生都比小鱼多 还有哪一些 虾米我觉得可以 不过虾米它的含盖量很高 它每100克的虾皮或虾米 它的含盖量有1000毫克 可是我们比较难 因为虾米通常会拿来煮香 你比较难当成一盘菜来吃 可是我煮丝瓜汤的时候 我都加一把虾米 小高丽菜我也会加 对啦 可是你讲说不会加那么多啦 对对 对啊 而且很贵耶 贵松松耶 你以为啊 好 所以看起来比较那个可行的 就是刚讲的那个毛豆啦 黄豆啦 黑豆干 小方豆干啦 还有加那个小鱼干 小鱼干炒那个豆干啊 对对对 小鱼干炒豆干 我觉得倒是挺不错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我们持续跟康建杂志的资深记者 秋树以来好好的聊一聊 刚刚也教大家怎么吃了嘛 做尽量吃一些含盖的一个食物了 另外就是我们总要知道一下 我们自己有没有骨松啦 所以第一个是不是从年纪来判断 第二我们大概多久要去检查一次 然后我们有没有什么 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 可以教我们一下的 医生会建议说 一般人在30岁到40岁之间 检查一次骨密度 你了解一下你 那个年纪的骨密度 你后面就可以知道 比较好掌握自己身体的变化 那女性在停经的时候应该检查 停经的时候就检查了 因为那时候可能就 就面临骨松的风险 那无论 问题是停经检查 还是停经之前就要检查 因为停经之前都会先乱嘛 对不对 对 其实停经前就可以检查 对因为有很多人是 他其实很久 他才确定 因为跟年纪不是一个点 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我才想要问这个问题 可能自己开始生理期很乱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下骨密度的检查 因为那时候已经 应该开始在受影响了 好 这很重要 因为女性刚讲过 男性到60岁才会有骨松的问题 但女性在50岁其实就 就开始那种 悬崖式 跳崖式的一个骨松了 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然后无论男女65岁的时候 都应该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查 主要是评估你老年发生 骨松性骨折的风险 那慢性病患因为用药的关系 可能年纪不到 然后就会骨质流失 那可以跟医生讨论说 是不是应该检测骨密度 然后年轻人 骨松真的不是只有上了年纪 才会发生 年轻人如果你长期抽烟酗酒 缺乏运动有家族病史 都建议提早检测骨密度 好 这就是年纪上 那我们刚刚一讲饮食 另外就是晒太阳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 真的去晒晒太阳 就算你穿的这个无袖的 穿个小短裤 你都得去晒晒太阳 那运动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可是运动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还蛮懒得去运动的 像其实我也差不多两年前 我开始去做一些重力运动 对 然后我真的就从负三 慢慢的有改善 对啊 我有改善 因为如果说 你是针对改善骨质密度 做运动的话 真的要选择有负重的运动 对要有负重的运动 才有那个效果 那有负重的运动 基本上来说 我们健走或是慢跑 你负的是自己本身的重量 它也是有一些效果的 那当然是你如果再额外加重的话 更有效 就是重量训练 对重量训练的人就是 你知道吗 他会加个背心 那个背心里面是装铁砂的 然后就跟着去跑 就负重运动啊 真的是负重运动啊 对 那还有哪一些呢 负重运动 负重运动的种类就蛮多啦 通常你如果去健身房上课的话 教练就会排不同的 不同形态的负重嘛 像我有那个 举杠铃 我也有举 狐铃 对 你有开始运动吗 有 我有上重训课 真的啊 你为什么会选择重训呢 也是医生建议你的吗 不是 一开始是因为 我去年年初开始上了 一开始是因为我答应我儿子陪他去爬大巴肩山 那我很怕我成为拖整个团队 拖油脂拖累 对对对 所以我开始去上 那也是循序渐进的开始上 去年开始上啊 对我去年就开始上了 也没有啊 因为很忙 其实 你是中错生吗 没有没有 我还有在上 只是就可能三不五十 可能这堂课要请一下家 因为工作 因为工作卡住了 就是那一堂课我就得请假 没办法去 因为刚好工作就在那里 那现在上课到现在这种状况的话 除了让你觉得 像我自己其实是重训过啦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拎行李啊 或者是扛东西啊 我比较有方法 而且我觉得我也比较有力气 然后比方说我走那个 比方说走一下路 爬坡啦 或走个楼梯啊 我也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啊 我觉得我 我是没有什么瘦啦 我其实是爬礁山的 那我上重训之后 我觉得我爬山都轻松很多 就是不会那么喘 因为你如果说要去运动的话 其实医生都会建议你说 你要运动之前 你要先去做一个检查 不然你很容易也会用运动的受伤 对啊 所以我这次有另外去采访 一位医师 他的诊所就是专门在做运动健检 因为就是有一些慢性病的病患 他要去上重训课 其实教练很怕 对对对 我们上重训课不是教练 都会叫我们先填一张你的病史啊 然后填一个什么保证书吗 那他的运动健检就是说 先找出这个病患 他不适合哪一些 他可能哪一些动作不适合做 或者他这个时候 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动作的训练 对对对 然后他开一个运动处方 然后让那个病患 带回去给他的重训教练 让重训教练知道说 我现在帮你上课 我要留意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保障双方 你赶快再运动吧 然后你看看会不会超越你们那个贺小姐 他也在上啊 他也在上了 看不出来呀 可我看到你们有一个案例啊 60岁了 他就是靠吃跟练肌力 然后他那个骨松有改善 而且还练出马俠线 这个是我真是没办法 他运动量很大 你看每个礼拜三次 每次1.5个小时 每次三次我真的是不行 光那个核心肌群运动 就可以50分钟 他的运动强度非常的大 对他的这个运动强度太大了 我一个礼拜做两次 已经累得像狗一样了 可是你看人家愿意这样子 四年的时间 他的骨密度可以从负2.0 然后到负0.3 负0.3 所以你看透过你这样子的一个 跟我们分享 真的骨松我们本来以为说不可逆 过了50岁以下像溜滑梯一样 就咻的就下来了 可是如果说你愿意靠着运动 靠着饮食 其实你也没有去走一些 就其他的很奇怪 比如说只值保养品 然后不动那个 他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线条 就很羡慕 而且你看数据出来了 到0.3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我们一起加油吧 非常正面 共勉之 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 好其实你们花了一些时间 然后来做这个全部的一个报道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那么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讲 就是正确的运动 然后饮食 然后晒太阳 现在把握时间去晒晒太阳 晒太阳的时候 真的不同的部位都要晒到 我讲真的 这也是医生讲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到哪去你都要撑一把晒 但你擦一下太阳 你可以擦一下防晒的 对 如果你是很怕晒的话 擦一下 擦防晒会不会没效果 会降低 对会降低 可是我从来都不擦啦 可是有人就真的是怕晒 晒伤或是晒黑了嘛 医生就建议戴帽子啊 戴帽子 就晒不到脸对不对 但是有一位医生说 你每天就是正常上下班的时间 有太阳晒晒手晒晒脚 对啊挺好 脚哪晒得到啊 短裤 你这样讲的话 可能那个短裤会卖得非常的 就会卖得非常非常的 得得得得好了 不过是真的啦 就是要晒在太阳 不过现在就是天气啊 就看看有没有 这个太阳可以帮帮忙啦 然后让我们这个晒一晒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 这个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康健杂志的资深记者 邱淑瑜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淑瑜 谢谢 谢谢 我喜欢阳淑瑜 我喜欢阳淑瑜